都晓得,甄嬛在最开始的时候并不想进宫,不过最终他并没有如愿,不仅被选入了后宫,且还未进宫,名气就已经在后宫中传开了。 甄嬛刚一入宫就如坐针毡一般,各种阴谋都朝他而来,不过有一点倒是极其幸运的,就是他的身边有一个忠心耿耿的锦西姑姑。 锦西教甄嬛后宫规矩,且对甄嬛在宫中的为人处事影响巨大。 锦西一路陪着甄嬛,而甄嬛一直到穿了纯元固衣事件后,才发现锦西的忠心原来和皇帝一样,所有对自己的好都因已故的纯元皇后。 但锦西那时也说了,他对甄嬛忠心不仅因纯元,更是因为甄嬛的为人。 甄嬛在宫中时,锦西的话还能理解,但甄嬛离开皇宫以后,为帮甄嬛再次回到皇宫时,他为什么甘愿将自己献给苏培胜呢? 苏培胜和锦西两人确实很早就认识了。 从中可知,苏培胜很早以前就向锦西说过自己的心意,只是锦西一直不肯罢了。 也不怪锦西,锦西虽只是公女,可一样有权利去追求自己的幸福,而和苏培胜在一起只能得到物质上的幸福,因此锦西一直不肯也不奇怪。 但为帮甄嬛重回皇宫,锦西却答应将自己托付给苏培胜。 最开始时甄嬛不同意,可锦西却很坚持,无奈之下甄嬛便应允了。 锦西之所以会这样做,不仅是因为他忠心于甄嬛,也是因为他所考虑的比甄嬛更远。 一方面是想淋补自己的过错,因为甄嬛错穿成员孤一时,锦西又察觉到问题,但没想到是成员的孤一,所以锦西心中对甄嬛一直怀有愧疚。 另一方面,甄嬛此次回宫,锦西定会跟随甄嬛,而苏培胜是一个关键人物,甚至对甄嬛的生死有极大的影响。 即便甄嬛可以想到其他法子,可一旦甄嬛回到皇宫后,皇后一党定会想方设法除掉甄嬛。 若没有苏培胜这个盟友的话,甄嬛怕是凶多吉少。 那时候锦西定也没有好下场,因此锦西便趁早将苏培胜拉拢到他们这一方。